这个女孩刚一睁眼 就看到一旁躺着个陌生男人 这可把他吓坏了 好端端的怎么多了个人出来 女孩使出浑身力气 将男人推了下床 不料他却只是站起身 又直接蹦回了床上 屁股一蹶把女孩挤了下去 女孩挣扎着起身 却又在下一刻滑了下去 男人这才意识到 女孩竟然瘫痪了 原来女孩已经卧床十几年了 长时间的卧床 已经使她双脚萎缩了 不仅中日呼吸不到新鲜空气 长期以来还饱受欺负 一群混混总会跑来她的房间 肆无忌惮地练习音乐 为首的更是将女孩视为私人物品 临走时还亲了一下 女孩对此已经见怪不惯了 只是伸手擦了擦口水印 而长期以来照顾她的护工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她表面上人畜无害 实则经常欺压女孩 甚至拿着剪刀威胁她 要她严格保守秘密 将她的收音机调到最大声 直接在女孩床头开始蹦地 只有在护工的领导来的时候 才会伪装成原来的模样 而这个大富翩翩的领导 却是十足的一个变态 她假借帮助女孩按摩双脚 实则占尽了便宜 眼睛更是时不时地往上挑 不仅如此 霍霍女孩家的厨房 大快朵衣这件事早已经见怪不怪 可怜的女孩已经许久未进食 尽管她已经习惯了忍肌挨饿 肚子还是会不争气地叫唤 对面长期以来所受的不公 纵然女孩早已麻木 却也还是会流下眼泪 长期的隐忍退让 并没有使女孩获得一颗消停 不仅白天得不到休息 夜幕降临的时候 更是有人往窗户上丢石头 用恶劣的语言嘲笑着女孩 甚至拿起激光笔照射房间 折腾到了半夜才肯离去 早已疲惫不堪的女孩 也终于沉沉地睡了过去 就在这时 有人偷偷潜入了房间 来人划亮火柴 打量着女孩 却也只是帮女孩盖好了被子 隔天女孩醒来 就被身边的人给吓坏了 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将人给推了下去 不料男人却又蹦回床上 还将她挤下了床 看着挣扎的女孩 男人意识到了她腿脚不变 起身将她抱了起来 却又直接丢在了床上 如此顽心四起让女孩琢磨不透 只见男人搬来桌椅 将饭菜带进了房间 又将女孩抱到了餐桌上 女孩还不反应过来 男人竟然当着她的面 截起了裤腰带 喂喂 这到底是想要干嘛 这个男人也太色了吧 当着女孩的面就解开皮带 这哪能忍啊 女孩抄起叉子 可是还没动手呢 男人就一下子把她推倒了 随后又将她抱回椅子上 女孩这下就老实了 男人继续解开皮带 却把她拿来固定住女孩 原来女孩双脚瘫痪 已经没办法正常地坐在了椅子上了 男人回到位置开始大快躲 女孩赌气般将头扭开 表示君子不吃借来之时 男人也没惯着她 只是将自己的那份吃完后 又将女孩那份端了过来 这可把女孩惊呆了 黑我说不吃就不吃了 女孩的肚子却率先抗议了 我又不是君子干嘛不吃借来之时 此刻的她也不想太多了 夺过食物就是狼吞虎咽着 她已经许久从未这么吃实了 突如其来的暴饮暴食 反而刺激了肠胃 食物混合着胆汁又全都吐了出来 男人这才知道女孩的身体有多么的差 她将女孩抱到浴室 想帮她清洗一下身子 却被赶出了房间 男人守在门口 时不时地往里面偷瞄着 她害怕女孩在遇到什么危险 随着花洒的水打在了脸上 过往的记忆逐渐浮现 男人的身份逐渐清晰 是她年幼时期 因杀人被关进去的叔叔 回忆暂停 她被男人打捞而出 原来她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差点就被淹死了 而就在这时候 护工和领导却找上了门 长期以来他们借照顾女孩之便 霸占了政府给的抚恤金 如今哪怕知道男人杀过人 却也只能是壮着胆子上门谈判 而房间内 之前的混混又偷偷溜了进来 这一次却不小心打碎了玻璃 声音惊动了外面的男人 男人也不废话 抄起吉他对着男孩一顿暴走 更是将窗户用木条封死 渐渐地 女孩感受到了男人的善意 叔侄俩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的日子 只是护工领导再次登门 没办法 政府给的太多了 不肯就这么放弃了 他们以男人杀人犯的身份做文章 想要劝他主动放弃抚养权 就在这时 女孩却突然开口了 男人就得以顺利地留下来 此后的日子里 他们一起吃饭 追剧 甚至打骂 女孩的笑容也逐渐多了起来 原本以为这样的生活 能够一直维持下去 直到有一天 一个警察登门拜访 打破了一切的宁静 原来当年男人犯的杀人罪 受害者竟是女孩的母亲 迫于无奈 男人只好离开这里 临别前 他递女孩做了丰盛的午餐 尽量让自己表现得正常一些 可是一旁的行李袋 却让女孩发现了端倪 于是他大吼大叫 扫掉了桌上的食物 可是无论怎么发现 男人还是离开了 女孩回到了以往的生活 逐渐地又变得麻木了起来 直到有一天 镇长的儿子登门拜访 才把十余年前的血案和真相 一并告诉了女孩 女人被人在脸上作画 可她却不敢有丝毫反抗 因为眼前的女孩 再也不是以前任人宰割的模样 女孩本来卧床十数载 双脚已经无法动她了 而这天 镇长的儿子登门拜访 才把女孩家发生的血案和真相 全都告诉了女孩 当年她喜欢女孩的母亲 因为得不到 就把她毁掉了 不仅如此 还把杀人的事情 嫁祸给了女孩的叔叔 甚至拿刀割伤了她的喉咙 导致她变成了一个哑巴 而如今女孩也即将成年 长相十分像她的妈妈 因此镇长的儿子下定决心 想要占有女孩 怎么还有这种荒唐的禽兽 就在她图谋不轨时 女孩的叔叔出现了 原来一直以来 叔叔都在暗中保护着女孩 眼见事情败露 男人就想先下手为强 一番争斗之后 男人很快便被打倒在地 叔叔也不客气 直接一脚接着一脚送男人上路 既然目已成舟 女孩决定不再反抗 她先是染了一头红发 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然后将欺负她的护工绑了起来 于是有了开头的一幕 镇长找儿子找上了门 当年她正是办案的警察 因为包庇自己的儿子 便将叔叔推出去顶罪 如今来到女孩家 却被突然出现的护工吓了一条 护工被脖子上的链条扯了回来 镇长却不小心摔死了 接下来报复的对象 就是护工的领导了 刚踏入房门的他 就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撼了 就在他想耍流氓的时候 一旁的叔叔坐了起来 随即便把领导控制住了 女孩决定要护工解决了领导 只见护工一把将她推倒 拿起剪刀就是这么的来一下 领导也在哀嚎中 逐渐没了气息 而那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混混 却也在此时溜进了房间 以前的他们肆意妄为 如今却成为了案板上的鱼肉 三两下便被解决了 最后只剩网顾争议的警察了 叔叔一下冲上去 跟他扭打了起来 最终还是被叔叔一刀解决了 此时叔叔抱起女孩准备下楼 不料却突然口吐鲜血 一下子摔倒在了地上 原来叔叔身患绝症 所以才被假释出来 如今更是大仇得报 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此时的女孩并不急着离开 而是滑亮了一根火柴 紧接着被风吹灭了 一次 两次 三次 直到火柴没被吹灭 女孩才吹灭了火柴 盒子里就剩最后一根火柴了 女孩明白 是时候跟过去的日子告别了 她挣扎地爬向了门口 打开房门的瞬间 自由的气息扑灭而来 阳光下 女孩肆意地享受着 任微风吹拂发丝 母亲的丝巾 也随风飘向远方 影片中的火柴 被熄灭的是女孩的前世 任人宰割 无力反抗 等到最后一根火柴时 也代表由她亲自为过往生活画上句号 盒子里最后一根火柴 则是代表未来 代表新生 电影叔叔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是汪哥 我们下期再见